自9月20日起,福建省福州、厦门和泉州等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门 恢复受理赴金门、马祖和澎湖个人旅游签注申请 福建居民赴金马鹏个人游自此全面恢复 当天,记者来到夏金航线厦门五通码头看到 后船大厅内不时有旅客在自助直船机上办理业务 从金门搭船前来厦门的台湾游客有序的排队通关 他们中不少人表示 热见大陆20个城市居民赴金马鹏个人游的恢复 金门本身也没什么资源 主要还是靠观光跟高养酒 彼此生活好,彼此的好感就增加,互动会更增加 时宜住行这些都是很需要的 对当地的居民、当地的民众来讲是很好的事情 据了解,厦门市居民半妥赴金马鹏个人旅游签注后 可向有资质的旅行社咨询办理露台许可证件 不用再等待旅行社组织的固定团期 便可经直接通航金马鹏地区的口岸出境 自由安排观光、购物或休闲等行程 我们持续在关注口岸流量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对口岸旅客数据的分析研判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留足了执勤和背勤的警力 在可能到来的高峰将第一时间开足人工察言通道 开满自助察言通道 在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 在持有赴金马鹏地区签注的旅客 在我们口岸也是可以选择自助察言通道通关的 2011年7月 福建居民赴金马鹏地区个人游启动 今年8月1日起 大陆暂停47个城市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赴金马鹏个人游随之暂停 自9月20日起 包括福建在内的大陆4个省份 20个城市重新受理当地户籍居民 赴金马鹏个人游游签注申请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